巴菲特语录 我的投资理念的85%来自格雷厄姆 15%来自菲利普费学 曾博士解读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经典之所 一经分道和数两部分 但是很多人只看建树的部分 而忽视了真正重要的世道那一部分 所以世人种树青道是一个普遍现象 但是古往今来 真正的大师都是一道玉树的高人 巴菲特从他的老师格雷厄姆 那里学到了投资的精髓 包括投资与投机的区别 安全边际 能力 圆圈 长期持股等等 这些都是投资理论的到那一部分 可惜很多人并不敢进去 其实这些才是巴菲特投资理论最核心的部分 对没有太多资源的 普通人来说实际上更重要 个人觉得对普通人来说 投资的95%是投资哲学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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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